好 換過來 王清明請吃飯 一定都吃這種的啦 我跟你講啦 一定是他請客 他請客 而且每一個人見到面 先乾杯 排場一定要有的 沒有乾杯 就不要開始吃飯 然後呢 每次吃到一半 賓主敬歡 他一定會說 好 麗剛兄 下次那個事情就拜託你了 所以冷血王 冷血馬遇到喬世王 你說 我問你 他的評價是如何呢 馬英九在民間的評價是如何 王清平的評價又是如何 就可以看出端倪了 王清平 他跟馬英九的作風是完全不一樣 今天王清平在這麗院樓頭的位置 待了14年的時間 被拉掉了 但是拉掉之後呢 麗院那些資深的員工 他們就在心裡面想到說 啊 想想看那14年前的劉松凡 劉松凡當時也是這樣子下台一鞠躬啊 之後才有王清平的上台 想想 14年過去了 原來場景都一樣啊 有一句成語叫做十年河東 十年河西就是講風水連流轉啊 是啊 但是用在王清平的身上 就要改成15年前河東 15年後河西 15年前發生什麼事情 也就是1998年的時候 當時啊 劉松凡他在立法院裡頭 他也是不可一世的人物 刺煞風雲啊 因為他是院長嘛 對不對 是啊 那那個時候呢 李登輝他其實容不下這個人 他希望能夠扶植他自己的人馬 也就是王清平 王清平 來接他的大位 好 所以那個時候呢 兩個人啊 就在立院龍頭的寶座上 互相針鋒 而且還要開記者會啊 哇 很多難聽的話 也都是那個時候出來的 不過 觀眾朋友 後來是劉夏王上 所以我才講嘛 15年前他可是河東啊 河東之王啊 為什麼呢 為什麼他會夏呢 觀眾朋友 當時也是就冒出了一個案子 說你劉松凡有牽扯弊案啊 頭上也是被蓋了個帽子之後 就漫然下台了 不過那個案子呢 他啊 涉及的這個證據是比較強的 有點接近最正確的 不然為什麼他現在還在逃亡人間蒸發呢 對啊 好 什麼案子 原來就是我們曉得 廣山集團的真正人 真正人現在也逃得不見影中了嘛 是啊 是不是 原來當時啊 真正人 他掏空了台中商業銀行 以抄帶的方式A走了錢 而法官調查發現 劉松凡居中有拿到了佣金 因為劉松凡有在幫忙徵徵 有在搞這件事情 中間有拿到一些錢 拿到了上億元的佣金 不少耶 對 所以當然啊 你劉就得下 王就得上 好 那觀眾朋友 這個案子其實當時呢 說起來有點複雜 因為其實民國其實 2019年梁肅榮在當立法院長的時候 劉松凡只是個副院長 那後來呢 全面改選之後 就萬年國會全面改選嘛 所以劉松凡就更上成龍接掌了 國會龍頭寶座 連續擔任了第二 第三 第四屆 來 我們看一下 還蠻多屆的院長耶 看一下齁 出身台中縣農會系統 紅派掌門人 萬年國會後 這個全面改選我剛才講過了 這裡頭有跟美蓋有看到嗎 台中縣農會 他也當過台中商業銀行的董事長 他卸任之後交給真正人啊 所以後來真正人 因為自己廣山集團經營不散 他想要終極嘛 就找了劉老幫忙嘛 那劉老字子以前就是 台中商業銀行的董事長啊 所以就這樣子 就牽扯了一個弊案了 因為這樣子呢 你在立法院刺叉風雲的那 不到十年的立院龍頭寶座 就被拉下來了 好 可是呢 當時在拉的時候 也有人出來喬事情耶 也有緩夾派喔 張孝妍緩夾 他是當時的公司 國民黨秘書長 他怎麼緩夾 他就跟劉松帆講啊 你看 現在老李啊 希望王金平來接院長 那你讓不讓 我不讓 不行啊 讓一下 好 我讓一半 什麼叫讓一半 讓一半就是 三年的任期 我做一年半 你做一年半 所以你做三個會期 他做三個會期 好 這是我最大的底線喔 結果呢 張孝妍就轉告給王金平說 怎麼樣啊 這是劉松帆的最後底線 王金平說 我沒有 我就是要做 就是做到底 結果咧 結果呢 結果這個案子就出來了 報了之後劉松帆跑了 但是 你想想看 當年他是什麼 他是上位者耶 可是15年後 他現在同樣也是捲入了 立法院的派系鬥爭 他現在成為了下位者 是不是15年後何悉呢 而且令人唏噓的是 劉松帆當初的超代案 你已經逃亡了耶 你現在已經人間蒸發了耶 你是刑事案件 可是這一次王金平的官說案 第一 信者很信不信者很不信嘛 是啊 還有 他不是刑事案件 他不是弊案耶 但是這一次卻把它給拉下來了 他行政違法嘛是不是 所以你看 沒那麼嚴重啊 所以你看 他牽扯到的案子 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他也是得下台 這就是因為 馬英九 一樣 在這次的立法院派系鬥爭裡頭 你不是他聽話的人馬嗎 還有 我們曉得這次不是還扯到說 你幫柯建民 你好像是什麼 藍皮綠谷對不對 這藍皮綠谷的詞兒 不是今天才出現啊 當時 在 這個 劉松帆走了之後 他上位之後呢 李登輝在2001年 是不是被國民黨撤銷 國民黨黨籍 對 2002年李登輝就出走了嘛 因為那時候總統 失敗了 大選失敗 李登輝出走之後 就想到了 當年王金平 不是我扶植你 在立法院院長的嗎 對不對 現在呢我出走 國民黨了 而且呢 他幾乎成為當時的綠營領袖 不是嗎 對 就向他招手 要王金平過去了 結果當時啊 清明黨呢 就開始質疑他了 當時的這個副主席呢 張張九姐有出來講啊 你說那句話 藍皮綠骨就這樣出來的 對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對照現在15年後 所有當時的情節 全部重新發生 只是令人感慨的是 當時你春風得意 但現在呢 卻不盡如意 哎呀 看起來啊 現在真的又像是落水果一樣 當年是怎麼樣 把劉松帆弄掉的 現在王金平自己同樣吃到的 這樣的苦 可是呢 王金平一直被蓋上一個帽子 黑金 這句話呢 是誰在說的呢 剛剛我們之前也就提到了 金小刀操牌 說你王金平是黑金 馬英九認定上 你也是黑金 但是王金平跟馬英九見了面之後呢 他直接了當地問馬英九說 你為什麼說我是黑金 說王金平是黑金 是金輔聰他創造的名詞 但是運用的人是誰 這位仁兄叫馬英九 馬英九他也講王金平是黑金 各位曉不曉得2005年的黨主席之聲 馬英九刻薄到什麼程度 他還在其他地方講 沒有當著面跟王金平講 他是跟名嘴怎麼講 怎麼講 他說王金平有遊覽車 但是帶的都是我的選民 這也就是說他為什麼會跟陳文倩講 說王金平會不會會選的原因 他說他沒想到他帶的遊覽車 他的遊覽車帶的是我的選民 那這件事情老王聽了 因為我們是2003年到2010年 都會跟老王固定聚會 老王聽了以後 你曉不曉得 那一天就拍了這個桌子 一拍以後他就講 他說身為一個主席 怎麼可以講那麼輕挑的話 你罵我是黑金 他說請馬拿出證據來 所以在黨主席完了以後 馬要看老王 老王上車連劍都不見 還有那另外一次 所以從那個時候 就已經截下梁子了 除了截下梁子 因為馬英九有遊的時候 他是溫良公儉讓是不錯 他只能說他教養好 但是各位不了解的是 馬英九有的時候講的話 是非常非常的刻薄 那這個刻薄的話 傳到了王金平 而你有一次 在重新南路院長官邸裡面聚會 那個是要到了2007 2008 2007的時候 王直接問馬一句話 你為什麼說我黑金 你有證據嗎 他說連陳水扁都查不到 我有黑金的紀錄 他說你有證據嗎 馬就是嘿嘿嘿嘿的笑 但是王金平也氣量很大 就是說他發洩完了 他也就算了 他就沒有持續去追問馬英九 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出馬先生 他有的時候雖然溫良公儉讓 但是他也有刻薄的一面 因為那我跟他吃了三次飯 正如同文謙姐講的一樣 三次飯是跟馬先生 三次都在吵架 我跟馬英九三次都在吵架 都是為了事情而爭執的 對 因為你們完全沒有辦法 符合他的話 除了沒辦法符合他的話 各位曉不曉得特別費 還有現在吳敦義可以作證 他要辭黨主席的時候 我們怎麼勸吳敦義的 就說馬英九一定要辭黨主席 辭完黨主席就要寫參選聲明 我說我們去負責 讓國民黨的人來幹什麼 來支持馬英九 換句話說老王這邊我們也勸 我們也告訴吳敦義你把意見拿回去 那那一次我還記得那一天是什麼時候 那一天剛剛好是元宵節的前一天 然後吳敦義去勸馬英九 那我們講馬英九不要做那個 不能夠在他黨主席任內去把黨章給改掉 結果呢我們是希望洪秀柱那個時候是委員 我們直接了當跟他講 今天洪秀柱也在 還有誰也在 吳敦義也在 我們說 在馬先生在參選 宣佈參選以後 辭黨主席宣佈參選以後 洪秀柱 吳伯雄 吳伯公一定要把派黑條款給改掉 嗯 然後他們說還要討論 我那天勸吳敦義一句話 我說頓刀割肉 越割越痛 你快刀斬肉 一刀而已 我說不必討論 你國民黨就是這樣子決議 這個是我跟老王跟馬先生 他們交往過程當中所發現的一個趣事 所以這也就是說你看看 連先生也在 連先生也在 那個馬先生也在 老王也在 像這次的事件 各位有沒有發現一個蹊蹺 就是說 特徵組有沒有刻意的去調查王金平 當然有人檢舉特徵組就要調查 你曉不曉得行政院定了一個行政院 官說注意要點 然後要把人物時間地點 人物時間什麼人什麼時間什麼地點 什麼事項用什麼方式 要把這些東西全部都要記錄下來 況且要有書面文字 那這一次曾永福跟陳守皇 為什麼會捲進去 各位注意 江儀化為什麼叫曾永福負政治責任 就是你沒按照我的人物時間地點 事項方式 所以特徵組有沒有資料 絕對是有資料 所以特徵組有這些資料在 所以確定王金平是官說 對 所以那我現在建議既然已經開除王金平黨籍的話 你應該把你的調查資料全部公布 還有你考機會 你也應該要把由黨主席送達到你們手上的所謂的官說紀錄或者調查報告 也要全部公布 因為你不能讓老王死得不明不白嘛 因為他自死自終他質疑兩件事嘛 你特徵組是什麼調查我的嘛 這些調查證據 是不是符合法律的要件 那 但特徵組為什麼不敢公布 就叫特徵組公布嘛 但為什麼不敢公布啊 那你黃世民 這是不是表示說特徵組當中有一些違法的做法呢 這個我們不管他有沒有違法的做法 既然今天都已經決定了老王的去留 你黃世民你要不要交代 還有第二個 你考機會的所有的討論 你要不要通通公布 對啊那你要讓王金平死就要死了 明明白白讓王金平白口莫辯啊 不是叫王金平白口莫辯 給他一刀斃命 你終結他的政治生命 讓老王根本沒有戰線可以延長嘛 你用這種方式一舉殲滅 就套去金埔聰的話 對老王是要一舉殲滅 既然你要一舉殲滅的話 你把那些證據通通公布 但是這樣子一下去啊 就沒有任何的第三次 也沒有任何假處分可以出現啊 對啊 那國民黨為什麼不做 那考機會不做 好考機會可以不做 因為它是民間機構 它是黨務機構 是什麼 是是次團法人 好 特徵組 你是拿全國人民納稅人的錢 要不要公布這些東西 人物時間地點四項方式 這個是你行政院自己定的標準哦 一體適用 我請特徵組 就把所有的偵查報告 還包含行政委事的部分 你全部都公布 讓老王一舉殲滅 老王要能夠一舉殲滅掉 特徵組只要把所有的資料公布出來 不就一切就明明白白了嗎 但是現在有一個地方 立法院下達了逐客令 逐的是誰 王金平 休息一下 就來告訴你 我在來 拍照 拍照